我们说完了这种感受之后 让我们进入这句话 知之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安 这句话的话 我们需要给大家重点讲解三个词 定静和安的内在特点 那么关于这句话 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去思考 这两个问题其实也一直是我读大学以来 感觉到迷雾重重的所在 第一就是定静安的实质是什么 它的内涵是什么 换句话说 我们要思考它们的内涵 也就意味着要辨析它们三个的区别 在五个境界中 相对而言 律和德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各有各的特点 定静安 带有一种含混性 特别是安和定 对不对 在我们现在都已经合成成一个词了 那它有没有区别 有没有各自的不同的内涵 这是要深入辨析的 第二个我们看到 在这里头 曾子给出了一个次第 大学是一篇非常注重次第的文本 可以说在儒家的文献中 像大学这样次第分明的文献 并不多见 那么从定到静 从静到安 从安到律 从律到德 这样一个次第 这五种境界之间的关联又是什么 就是我们怎样去理解 一个次第中 一个发生顺序中 所具有的关联和内涵 不仅是分别解释五者之意 同时还要思考 五者的关联是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顺序 我们可不可以说 知之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定 对不对 我们可不可以调换他的次序 如果不可以 当然答案当然是不可以的 经典是不能够随便调的 对吧 我们又不是朱熹 如果不可以 那理据是什么 如果不可以 其实也就意味着 我们要思考 它这个顺序之间的道理是什么 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大家这句话 这句话说实话 是我们读大学 最容易放过的一句话 就念过去了 念得可顺了 对吧 摇曳的就念过去 念完之后就不想了 那这句话是不能放过的 读古书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种意识就是什么呢 就不放过 有很多话看起来 随随便便 不要放过去 那我们先从定说起 讲到定呢 我们第一个这个 第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定不是禅定 定非禅定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要证实一个现实 这是中国历史上 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事实 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思维 和文化观念 是深刻的被佛教所影响着 在我们的很多词汇中 在我们的很多这种 怎么说吧 潜在的观念 在很多民俗中 是浸润着佛教的特点的 太多了 真是太多了 你看这个街边这个打架 打不过 打不过的话怎么办 你会遭报应的 是不是 在我们很多这个 很多这种语句中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很猥琐的词 叫做一丝不挂 但你知道这个词是哪来的吗 这个词就是典型的佛教用语 它一丝不挂 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意思 指的是这个人心中 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一点执着 一种完全的光明自在的状态 叫做一丝不挂 就是你这个心 一点挂爱都没有 心无挂爱 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然后后来就变成那个意思了 对不对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那我们的思想观念世界 是深受佛教影响的 但是你要注意 我们去理解先秦文献的时候 那个时候佛教还没有传入 所以理解先秦文献的时候 不要简单的一说定 就是安定下来 什么都不想了 不可以这样的 我们要注意先秦文献和佛家的 这样一种思想之间 它还是有着一个巨大的差距 那这个差距 一个最核心的差距是什么呢 就是先秦文献 基本上都处在一个思维的世界中 它处在一个理性的世界中 也就是它的人生追求 价值追求 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但是如果你按照佛教的观点的话 佛教把世界分成八种意识 大家听说过八识吗 阿雷耶识听说过吗 你们没听说过就算了 佛教把世界分成八种意识 其中前五个意识是你的眼 你能看的那个功能叫做眼识 耳能听的功能叫做耳识 眼耳鼻舌 舌头能长 身 身就是能触碰 能接触 能触碰 这个是身 第六意识是一 第七意识叫做莫纳时 第八意识叫做阿雷耶识 像我们小的时候看圣斗士 听说圣斗士 圣斗士讲的什么 就是我们小时候一个特别 特别风靡的一个日本漫画 我们小时候看什么 进入到一种 反正你就知道 修炼修炼修炼到 进入到一种很高的状态 进入到阿雷耶识了 然后大爆发 把那BossKO了 我们小时候一直在想 什么是阿雷耶识 这是佛家的一个 我就不跟大家气说了 佛家的一个 对于这种 内在精神的这种观察 他认为是有八识 意识是第六意识 明白 就理性思维是第六意识 佛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就是打破这个第六意识 他认为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思维是 执着烦恼的一个 重要的来源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吗 所以佛家的定势 要突破意识 突破理性 所以要无念 你不要想 但 但儒家的定 还是什么 是在理性世界之内的 这是一个区别 第二个一个重要的区别 是什么呢 就是 佛家所讲的定 基本上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修养 而儒家讲的定 不仅包括精神层面 也包括 行为层面 定 静安 随着我们的辩习 大家会看到 它不仅是思维世界的 也是行为世界的 它和我们具体的行为 和我们具体的德操 密不可分 它是属于理乐世界的 儒家的定 静和安 立足于 现实土壤 立足于生活 立足于修身 立足于协调 从天下到国家的一种 政治秩序 那说到这个问题 我想请问大家 就是说你们所理解 大家所感受 你觉得什么是定 它是一种 内心世界的安宁和不动摇 它有可能是这样 对不对 那它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是在我们的行为世界中 在我们个体的行为世界中的 一种选择的明确 对不对 我知道我要什么 这也是一种定 我的生命方向是定的 它是这个群体层面的 一种和谐与知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定是分成不同层次的 就我们理解大学的定 我们也要去考虑 大学是在哪个层面上去讲定 或者说我们的古人 是从哪个层面去讲定 大学只提出了一个定字 我们怎么去理解 我们要从古代的一个思想的 语言的一个网络中 去给定 做一个定位 好 我们说这里头出现了三种定 第一种 我的内心毫无挂碍 平静 无念 inner peace 内心特别的安稳 第二个呢 就是在安稳的同时呢 还有一种选择的自觉 选择的明确 我知道我要什么 我知道我把握什么 我知道哪个东西是我不要的 出处去救 什么时候我出山 什么时候我隐居 什么时候我来 什么时候我走 这个判断是清晰明确的 而这个定呢 其实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一种行为选择的自觉 明确 好 那从个体的行为呢 定还可以有一种层面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群体 我们整个的一个环境 这个班级 这个学院 这个学校 北京 中国 世界 整个环境的安定 而有序的群体秩序 这也是定 所以 在 儒家的经典中 定是个体层面的 还是群体层面的 它是内心的一种 止息的状态 停止的状态 还是一种理性选择的 明确性 它仅仅停留在 我们内心的层面吗 还是和我们的行为 密不可分 那 这个问题 都是可以思考 那么除了这些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 同样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如何获得定 是靠 深山老林 寂静无为的清修 打坐 来获得定 还是靠我们的理性 还是有其他的依据 定是什么 定的层次是什么 我们如何获得定 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强调说 读书要不放过 什么是不放过 就是要有这种穷根问底的 思考的习惯 我们之前说过 反复强调 在大学的文本中 体现出治国之道和修胜之道 也就是军道和人道的 这样一种统一与转换 那么 在先秦文献中 特别是早期的 早期文献 比如说上书诗经 那出现了很多 关于定的用力 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时候 定啊 指的不是个体的定 不是说某一个生命体的定 而是什么呢 而是天下国家的定 比如说定田地 所谓定田地是什么呢 孟子说 王政必有经界史 给老百姓 划定土地 这也就是 我朝 一开始实行的 打土豪 分田地 对不对 吃他娘 穿他娘 打开城门 迎闯王 闯王来了 不纳粮 不仅不纳粮 还要给大家 分土地 这就是定田地 定土地 这是定 还有的说法是什么呢 是定家 定家不是安定某一个家庭 不是说家和万事兴 而是什么呢 安定一个家族 你注意 古代的家和今天的家 是不一样的 那个家是什么呢 往往指的是贵族的大家族 那还说什么呢 柔远能耳 以定我亡 还是说是定 以定亡国 这是什么呢 是定一个国家 我们看到 在早期的文献中 定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种 整体的安定 这也就是 政治的秩序与安宁 在这一点上 这个定和我们前面说的 明德 是可以相通的 他一开始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 定不是多么直接的指向人的内心世界 他指向着群体关系的有序性 而这种群体的秩序 也就进一步落实在我们的个人的行为中 它是由我们每一个行为所组成的一种整体的秩序 这是早期定在早期先前文献中的所指 那么在那个时候定的来源是什么呢 是谁使得天下使得秩序能够获得安定了 是统治者 甚至是统治者 再往上一层的高高的上天 所以你看我们说定是一种秩序 犹如明德 而早期明德的来源是什么呢 是天降明德 天赋予你明德 所以诗经中说 天保定而 以莫不兴 这是上天高兴啊 上天要高兴你 让你定 如果说上天不爽 那怎么样呢 不掉好天 民有定 天不爽了 老百姓就不定 我们看 早期从邦国的角度讲 定的动力和源泉是来自于天的 古人在对于天能够定明的这样一种信念中 很快就意识到 定更本质的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人的具体的行为 非常简单的道理 一种整体秩序的安定 整体层面的安定 它必须建立在具体的 可以操作的 可以落实的 这样一种人的行为中 如果没有具体的人的参与 没有具体的定的标准 定的法则 那所谓的天赐予的安定 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憧憬 只不过是一个大而不当的 这样的一个愿望而已 那么天所赋予的定 又是如何落实到人的行为中的 我们看到这里头涉及到什么呢 人际世界中 从天道所接受了自然而然的 合法性的定的标准事成 在先秦的世界中 这个依据靠的是礼 礼是人际行为的具体的 中具体的 详尽的行为标准 而所谓 福礼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这是左传中的话 福礼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 礼是什么呢 礼是天道 在现实世界中的呈现 这是古人的观念 好 礼是什么呢 礼是用来定的 所以在礼记中说 福礼者 礼是干嘛的 所以定亲书 来去定 人和人之间的远近亲书 决嫌疑 别同意 明是非 礼是让各种各样的亲书远近 各种各样的行为标准 纳入秩序的一整套的规范 特别是亲书 你要知道 在一个宗法社会中 人的行为标准 根据什么来奠定 宗法社会中 血缘关系 是非 不是那么的重要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的品种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宗法社会中 最大的技术活 就是投胎啊 投胎投好了 一切都好说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 亲亲之道 还记得吧 那好 不同远近的 亲书标准 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当时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文化现象叫做丧服 什么是丧服呢 就是去世了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自催 斩催 大公 小公 司马 那关系越近呢 你那个衣服实际上是越粗糙 越破 为什么呢 穿那破破烂烂的粗糙的衣服 能够充分表达出你的哀伤之情 这是丧服 同时呢 你要服几个月 你是三年 还是服一年 还是要三年之丧 关系越近 你的丧服期越长 甚至古人规定什么呢 你在去世的时候 根据亲书远近 你的哭都是不一样 古代有两种哭 当然不止两种哭 这个你们看这个水浒传 对不对 看那个潘金梁弄死了五大狼 对不对 什么有类约哭 无类约好 对不对 但是古人的哭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啼 一种叫做哭 啼是什么呢 叫做哭无常结也 那个啼不是我们今天说小姑娘哭哭啼啼的题 那个啼是什么 哭无常结也 就是放生纵哭 就是你们看到那种哭起来 就那种所谓如丧考彼的哭 就啊 那种哭 就是那种喷射出来的哭叫做啼 正常的哭叫做哭 明白吧 那个哭就是 啼是啊哭 然后气是什么呢 气是说就裸眼泪 他就不哭 嚎是什么啊 叫做嚎 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古代的这种丧礼的规定 主人提兄弟哭 直系亲属你可以啊哭 要是旁系亲属呢 你只能啊的哭 明白吧 他连这个东西都规定 你看这就是定亲书 他一整套的规矩 定人的远近亲书 定人的关系秩序 血缘关系的不同 被彰显出来了 其实也就意味着什么 在一个加国同构的世界中 也就意味着你的政治地位 以相应的政治权力的差异 也被清晰地彰显出来了 所以我们如果大家去想看 这套丧服这套礼制 对于古代的人伦政治世界的规范的话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吴成世 听说过这个人吗 这原来也在师大工作 吴成世先生的一些文章 但不太好找 我们会看到这个丧礼 是古代的伦理社会 政治社会的一个 刚领性的礼仪行为 没有礼仪 人的世界是混乱不堪的 我们在讲论语的时候 我们强调了秩序 秩序的建立 人伦秩序的建立 对于一个蒙昧的时代 由蒙昧走向文明 的那种核心的意义 人不仅有什么呢 人不仅有血缘意义上的远近亲疏的区别 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在这种自然的区别的基础上 我们建立了一整套高度的文明 因此 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 非礼不定 礼是什么呢 礼是界定人伦关系 同时也是界定社会秩序的 一整套的法则 定于礼 我们看到这个是 先秦时期的文化背景 在我们在先秦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中 对于定的理解 定本身是建立在礼的秩序之上的 佛同志说的 这是一整套秩序 这个秩序建立在什么上 这个秩序是建立在礼上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 知之而后有定 定的背后是一整套的礼乐的情境 这是礼乐与情 他脱离不了这个东西的 定不是孤立的定 在先秦你说我的关系 人和人的关系 你说我们安定下来 你不可能孤立的安定 这个定的背后是一整套的秩序 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在课堂上我们说 大家请安静 你看有了安也有了静 对不对 但他为什么能够安静下来 为什么我说安静 你们就安静下来呢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在其他 因为这背后有我们一整套 所谓的礼 所谓的秩序 这个秩序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当这套秩序被打破的时候 比如在历史上一些特殊的时代 这一整套秩序被完全打破的时候 我说诸君请安静 回报我的不是诸君的安静 而是诸君的西红柿和臭鸡蛋 那就是秩序的丧失 所以我们知道在定的背后 是一整套的礼的秩序 所以我们看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他不是不动 也不是停 也不是集中在自己思维的安定中 这点和佛家的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我们说定非禅定 禅定是什么 禅定的一个核心的修养就是叫做止 停止你的念头 要无念 就是要去掉你纷繁复杂的妄念 你不要东想西想 要无念 要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呢 再用什么 再用一种无念的观察 不思维而能见的东西 我们想想我们的生活中 是有这种感受的吧 你不思想 但是你是能够见的 用这种东西去观照 这是禅定的修养 它是停下你的思维 但儒家先行人现的定 和这个持有本质的区别 它不是不动 它也不仅是内心的修养 它是什么呢 是内心的抉择和外在的行为 以及整体秩序的一种贯通 而这个内心抉择的标准 行为依据的标准 以及整个世界 当然这个世界就是指的是中国 整个秩序的维系 它的核心是在于理 因此就个体的行为来讲 定是在理智规范下的有序性 那说到这儿我们也就能够更好地理解 什么叫做知指而后有定 指本身是有理的特点的 在理的规范下 在理的情境中 我们指于至善而后有定 它是有着内在的关联的 所以知指而后有定这句话 我们可以有不同层面的理解 一个比较表层的理解就是 知道停止就安定了 这个东西我们适合于什么呢 适合于去训受 另一方面你注意更深层次是什么 知指指的特点是理 知理然后能够体现出定 也就是在理的规范下 体现出的有序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从定的字意和文化分析中 我们已经看到它的背后是一整套的理的规范